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温哥华呀 这个滑雪真是票价巨贵 再加上这个严重的通胀 物价飞涨 那很多很多人 在目前的这种经济形势下呢 一大家子连吃带住 可能要上万加币 这么豪华的费用 很多人就想着 算了算了免了 偏偏呢我儿子的同学 一个本地的老外 然后他在一个 一个叫阳光山谷的地方 有一套豪宅 这个豪宅每天晚上房间呢 随便出租都可以赚几千 甚至上万加币 折合人民币就是他一晚上 能赚五六万人民币哈 而且呢他们家这个房子 最值钱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你坐缆车 出门坐缆车 就可以上山上到山顶 然后呢可以从山上 一直滑到他们家院子里面 这个就是他们家 最牛掰的地方 一般的滑雪场呢 就是你滑雪结束之后呢 你还要步行一段时间 才能回到酒店或者开车 可是这位同学家长的房子呢 是可以从山上最顶上一直滑到他家里 然后把滑雪板一扔就可以喝咖啡 吃饭然后睡觉了 尽管这样呢 这个同学的家长特别好 他邀请所有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 一起到他的豪宅去过节 同时呢 在这个阳光山谷呢 去滑雪 完全是免费的啊 所以呢 沾我儿子的光 这几家人呢 就纷纷出动 前往阳光山谷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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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